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档的明镜电视美洲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美贸易战方面的消息 川普称北京没有足够弹药报复 只能坐下来谈 美国总统川普14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访谈时 直接点名 在贸易战问题上 北京已经没有报复美国的能力 川普说 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规模为1000亿美元 而中国向美国出口规模为5000亿美元 北京虽然能报复 但是能报复的弹药不够 当面问到是否想让中国经济陷入大萧条时 川普表示否认 他说 自己希望中美能谈成一项公平协议 两边公平开放市场 当天的访谈中 川普还提及北京干涉美国选举的问题 他说 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 但我觉得北京对美国选举的干涉是更大的问题 川普上月末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指责北京干涉了美国中期选举 美国副总统彭斯随后本月初发表演说 引用证据再次对北京干涉美国选举进行了批评 下面关注沙特记者失踪案的相关消息 川普派蓬佩奥去沙特追查失踪记者案 美国总统川普15日表示 他已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沙尔曼讨论沙国记者哈绍吉失踪案 并派点国务卿蓬佩奥立即前往沙特会晤沙尔曼国王 沙尔曼国王对川普说 他对可能发生在哈绍吉身上的任何事完全不了解情况 并表示沙特会和土耳其紧密合作调查清楚 接下来关注另一条消息 25岁的华裔加州竞选市议员海豹遭图纳粹符号 正在竞选加州费尔蒙市第四选区市议员的 25岁华裔候选人沙洪恩近日遭遇妖魔化 他在街上的宣传海豹竟被不法分子画上了纳粹符号 还加上了魔鬼的尖角和山羊湖 沙洪恩称这次故意破坏是在当地时间10日被发现的 他在Mission Boulevard和Andina Drive放置的其他宣传标识也被人破坏 他说我的父亲给我发照片时 我当时正在奥克兰市检察官办公室 当你看到照片中自己的额头被画上纳粹符号 真不是滋味 费利蒙市警局发言人博斯克斯称 自己是从社交网站上的一个帖子上了解到这起故意破坏 当局已经展开调查 并将提醒局长彼得森注意 一名警官已在该地区提取监控录像 有可能揭示出罪魁祸首 博斯克斯进一步表示 我们将此案作为一起可能的仇恨犯罪调查 此案绝对值得注意 费利蒙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社区 我们庆祝多元化 沙洪恩称 鉴于费利蒙多元化的名声 他看到自己的海报上被潦草地画上了纳粹标志 感到非常震惊 根据沙洪恩的中文传单 他本科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 后于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是二代华裔移民 他誓言要以我的法律及商业知识 为华人和华人后代争取最大权利与利益 接下来请关注控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 今日开庭 哈佛大学涉嫌招生歧视亚裔学生案 15日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审 原告指哈佛招收少数族裔和白人学生的同时 有意忽略了亚裔这个少数族裔 哈佛新任校长巴考表示 他有信心哈佛会赢得这次官司 哈佛大学则从招生小组前校长到校友 都将出庭说明辩护招生时 如何考虑足以因素 而控告哈佛存在种族歧视的亚裔 将无一人出庭作证 这场审判结果将在某一程度上判定 哈佛是否历年来都以种族来平衡学生人数 同时歧视了亚裔申请者 控告指哈佛入学申请平和人员 根本就是对亚裔报有成见 认为亚裔长得都一样 想法也一样 一个模子出来的只会辛苦工作 欠缺与众不同的气质 之前一天 支持和反对哈佛的不同团体 在学校周围各自展开了示威活动 代表控方发声的是 学生公平入学主席布鲁姆 这位66岁的白人 以挑战大学平权政策而知名 他曾帮助申请入学被拒的白人女高中生费血 控告德州大学招生政策考虑足以因素是违宪 但2016年最高法院裁决支持德州大学的招生政策 对于这次没有亚裔出庭作证 布鲁姆表示理解 他告诉华盛顿邮报 出面曝光可能会导致无端骚扰和在社交媒体上被丑化 由于控告学生身份未公开 审判前哈佛曾质疑布鲁姆的提控资格 但波士顿地区联邦法官 波罗斯做出了有力控方的裁决 接下来请看川普连任的民调 美国人对其爱恨交加 川普连任机会日显增大 根据美国独立民调机构SSRS 在10月初所进行的民调显示 越来越多美国人看好总统川普 会在2020年竞选连任时获胜 川普执政打破历史惯例 用其独特的风格引发美国选民争论 被指爱恨交加 就目前总统选举预测 川普获得意向支持超过其他政治家 而前副总统拜登则被视为 最可能代表民主党角逐下届总统大选的人选 据民调结果显示 有46%的受访者认为川普会连任成功 另有47%的人认为他会连任失败 相较之下 在3月所进行的另一次民调中 4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会连任成功 54%的人认为他会连任失败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 这显示美国民众对川普的看好度不断攀升 其中男性增加8个百分点 中间选民从39%增至现在的47% 而热衷于中期选举的选民 其对川普的看好度则从37%增至现在的46% 本次民调数字显示 对川普的民意表态数字超过前任总统 此外 近期才注册成为民主党人的前纽约市市长彭博 则拿下4%的看好度 下面请收看另外一条消息 川普暗示马蒂斯可能会离任 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国防部长马蒂斯 可能会是下一批离任的重要政府官员之一 川普14号接受哥伦比亚电视台60分钟节目访谈师说 他没有得到信息说马蒂斯即将离开 不过他说他也可能会 我觉得他像个民主党人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 川普总统形容马蒂斯是个好人 我们很合的来 他可能会离开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离开 人们会离开 这就是华盛顿 川普总统任职21个月以来 已经解雇或迫使众多重要官员离职 也有一些是他喜欢的官员辞职 包括上星期宣布年底即将辞职的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力 国防部长马蒂斯有时会与川普总统 或政府里的更加鹰派的官员意见不合 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马蒂斯在2017年中推动朝鲜在核武器的项目问题上 采取更加注重外交的策略 这个立场后来被川普总统采纳 今年6月与朝鲜领导人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 川普总统说 政府里仍然有一些人他不是那么喜欢 他经常批评司法部长塞森斯 但拒绝解除他的职务 不过川普称有关白宫处于混乱状态的报道 是下新闻 他补充说 我正在着手改变 我有这个权利 唯有很多出色的人在等待着 他们将进入政府 他们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下面是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加拿大投资者瞄准改基因合成大麻 大麻在加拿大合法化 让投资者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赚钱机会 其中一个就是用分子合成改基因方式 工业性生产能够用于治疗疼痛 癌症失眠癫症等病症的大麻药品 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不少大麻公司生化公司制药公司 在争分夺秒的用遗传工程技术 对大麻分子进行切割拼接 试图找到最佳的合成基因搭配去申请专利 以成为特效药大麻的发明者大赚齐钱 专利的有效期为20年 专家们指出用化学合成方式工业化生产大麻药品 不但省去了种植大麻这一费时费力的程序 而且能够低成本生产高纯度的 四净大麻分THC和大麻二分CBD 由于多年来大麻在加拿大属于非法毒品 所以很少有公司投资于用遗传工程方法 对大麻制药进行研究 在特鲁多自由党政府明确要在加拿大实现大麻合法化后 大量投资才开始涌入这个领域 现在用遗传工程方法研究大麻制药 是大小公司其出动百花其放的竞争 哪些公司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现在还很难以得出结论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美洲简讯 川普指欧盟才是最具敌意的美国盟友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 指出对华盛顿最具敌意的盟友 川普称没有一个盟友像欧盟一样 对美国如此充满敌意 他说盟友是什么 我们和许多国家关系都很好 但没有一个像欧盟一样 对我们如此糟糕 欧盟创建的初衷就是在贸易领域利用我们 而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主持人指出这样说听起来有敌意 川普指出知道谁有敌意吗 他们对我们充满敌意 不是我们有敌意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很傻 据此前消息 川普表示在同美国的贸易中 欧盟的表现不比中国好多少 好现在为您播报最后一条消息 麻省理工学院宣布10亿元建新计算机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15日宣布将投入10亿元设立 史瓦兹曼计算学院 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全球机会与挑战 校方称2019年建成的新学院将是综合计算科学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相关领域的跨学科中心 该学院以黑石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的 史瓦兹曼的名字命名 他也会为此学院捐款3.5亿美元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每周新闻 我是粒子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